大家好 各位早晨 这出Jack Richard Never Go Back 就是Jack Richard系列的第二集 之前Tom Cruise有一段时间 演艺生涯比较低迷 但最近出《Mission Impossible》令他全面復活 但有一陣子他拍的戏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但他的票房就不太好 《Oblivion》、《Edge of Tomorrow》 如果我是評分的話 我給那些分是A 我觉得那些戏真的很好看 但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不太喜欢他 那段时间其中一出戏就是Jack Richard第一集 相比之下 比起《Edge of Tomorrow》 Jack Richard的确是比较弱 不太好看 但其实我也觉得是不错的 因为很多人说到他一文不值 是很烂的戏 不可能是烂戏 不烂的 是OK的 所以这出 第二出 你看他 首先Tom Cruise已经全面復活 第二 那个導演 他是拍攝Edward Wake 咦 是一个不错的導演 因为之前合作的《The Last Samurai》 我觉得很好看 这部導演有些戏好看 有些戏不好看 好看的就是《Blood Diamond》 《Love and Other Drugs》 我也喜欢的 有些没那么好看 例如他最近那一出《Porn Sacrifice》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看 但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组合 那结果是怎样呢 我认为 都是一半 我认为和第一集差不多 他的故事就说到Jack Richard 他以前是一个军人 现在他就变成了美国的浪人 他居无定所 周围流浪 但他是一个很有偵探头脑 一个很聪明的人 有时他看到有些罪恶的时候 他就会出手 去教训那些坏人 其实在看第一集的时候 我看到尾 我的感觉 其实这个人是一个superhero 他没有超能力 好像猫火那些 他没有超能力 但是他在一个城市里 警惡情奸 但他又不是警察 我有这样的感觉 他这部电影又继承了身份 这部电影开始的时候就说他之前有跟他拍档开他认识的一个女人 女军官就被人含害 就说他做了一些坏事 就被人拉跪了 然后他就救他出来 然后又帮他查案 然后故事继续延伸下去 在过程里 他就怀疑自己原来有个女儿 他怀疑 那部电影就有他 他怀疑是他女的角色出现 他们有一个相处 所以其实这部电影 主要是讲这三个角色 Tom Cruise 他教了那个女人 他怀疑是他的女人 这三个都做了 这部电影我觉得不是那么好的 其实令我相当失望 就是有些安排 特别是那些动作的场面 那些惊险的场面 我觉得是很随便 这个第一集其实也有点 这样的问题 因为第一集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他为什么 查案会有突破呢 就是因为他看到那个奸人 一些跟踪他的人 开着公司车去做事 所以他一查车牌就知道 原来那个是疑犯 有证据了 为何有这么低能 对吧 他这部电影 也有这些很不小心的地方 因为这部电影讲到他怎么很聪明 很有偵探头脑 但是 你觉得很低智的桥段 就好像拖下了整件事 例如有一段说他 要在军事基地里走出来 然后他 没错 他是很聪明 有这样那样 但是这个过程会不会太而稀了 有没有疑得那么重要 对吧 有一段说他们 在美国机场下机 然后他们跑跑跑跑避 那些坏人 然后在某个地方上了车 好像很秘密 大哥玩在美国机场 你整班人在机场那里跑跑跑跑跑... 中夜都ünf Persever cheo了你啦 有没有跑得这么轻易 所以整件事啊 好像不小心会很批 continu 你的要安排得好 但是动作场面 表演得比начала 我觉得比第一集更好 枪战、飞车的 Globo 也是相當不錯,還有Tom Cruise拍的動作 場面是不開流灘,拍得很刺激 至於那些角色,我覺得那個女主角也不錯 因為第一集的Rosamund Pike 我很喜歡那個女生,而且她在第一集不斷露空 真的很好看 第二集的女主角也不信息,我忘記她的名字 好像叫Kobe,什麼樣子 這個也不信息,我妻子看完後 她甚至覺得第二集的女主角比第一集更好 我覺得差不多,兩個女主角也很好看 你看看女主角跟男主角,即是Tom Cruise的互動 在畫面上是好看的 當女主角的角色就不太好 我覺得Jack Richard這個角色是不需要有家人 拍攝這些溫情橋段,我覺得純粹是不需要 因為這部電影才拍到第二集 她第一集才剛成立了一個氣氛 做了一個角色,這個角色的特色是她獨來獨往的 沒有attachment,所以沒有人可以對付她 只有她可以對付壞人 她剛剛才建立了這個形象 第二集就期望她繼續建立下去,她不是 她現在反過來說,原來她也有Family Man的一面子 有沒有搞錯? 你說多做幾集就要搞一些新意 安排有一個兒子是她女兒的角色 讓她流露出原來她也有怕寂寞的一面 這樣就OK 你多做幾集就要搞一些新意 這是第二集,你就搞這些? 所以那一段就不要看了 我相當失望的是她的結局 因為第一集的結局看完之後 你說那部電影什麼都好 我都覺得那部電影的質素 比起Tom Cruise和其他電影沒那麼好 但是你說什麼都好 看到這個結局,我對於這個角色 這個系列我是有期待的 我看完第一集就覺得如果有第二集就好 因為到最後你會覺得你是一個英雄人物 一個英雄角色 你想知道繼續發生什麼事 但是第二集就不是這樣的感覺 第二集的結尾 你搞到整件事好像跟他疑似的女兒 跟其他角色說了Goodbye 你覺得這傢伙好像有很多attachment 那個浪人的霸氣形象蕩然無存 你也不想繼續追下去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他繼續發生什麼事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變成 好像那些美國肥佬那樣 坐在沙發那裡吃炮谷 看足球 變成那種形象 那有什麼影響啊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比較訊息 不過我覺得他整體的成績跟第一集差不多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就是試 有機會就看看